马路上林姓士兵与女友正要拦车离开 坐上车后车门却被一把拉开 林姓士兵遭人拉下车 在马路上被统殴 而远方还跑来另一名男子加入大乱斗 就这样一群人对着倒地不起的林姓士兵 拳打脚踢 他一度想坐上小黄逃离现场 却再度被拉下车 而一群人打完之后 鸟兽散留下倒地不起的林姓士兵 警方到场赶紧上前协助 而林姓士兵也自己爬了起来 与女友缓缓走向警车 只是这起街头围殴事件 被打的以及打人的竟然是军人 事发在花莲国联五路 被打的林姓士兵与打人的高姓士兵 在军中早就有过节 13号凌晨两人在酒吧相遇 双方起了口角 林姓士兵与女友叫了小黄 准备离开现场 没有想到高姓士兵一怒之下 竟然绕人前来助阵 把林姓士兵拉下车一顿围殴 接着落跑 造成林姓士兵头部创伤 手臂也有多处挫伤 警方接获通报立刻调阅了监视器 锁定了主贤高姓士兵 以及其他友人通知盗案说明 深夜围殴案竟然是军人 自己人打自己人 酒后起口角演变成大乱斗 这一夜恐怕附近的居民都被吓得不轻 东正新闻 黄一鸣 许英奇 许程轩 花莲报道